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即将满一年 提振经济是她这一年来施政的重点之一 不过据本台驻台湾通讯员任百俊了解 蔡英文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 负面评价多过正面 也让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创新低 台湾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六成的民众不满意政府推出 让劳工一个星期休息两天的一休一例政策 有业者抱怨 这项政策让公司的人事成本增加高达20% 呼吁立刻废除这项法令 他的加班的计算的基础 一个小时要算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要算八个小时 而且从1.33倍一直调整到2.66倍 企业来讲的话是受不了的 有工会也抱怨一休一例实施后导致物价上涨 让他们未蒙其力先受其害 另外由于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大陆游客人数锐减 内忧是他的员工成本不断在增加 他的加班费不断在增加 特别是餐饮零售观光这几个行业 甚至我们的空运业 可能他的寒冬才刚要来临 因为跟陆客是很有关系的 业务横跨酒店和建筑业的赖正义认为 台湾地处战略要地又有优秀人才 政府应该吸引更多外来人才 为周边国家提供服务 蔡英文现在希望透过新南向政策 来加深对东协的经贸关系 以减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不过学者警告 两岸关系要是不改善的话 新南向政策将很难赢得东协的支持 新传媒新闻人买军在台北的采访报道